全校师生高唱生日快乐歌 草屯镇平邻国校创校70周年 议员有会的方式筹办此次的小庆活动 先缘唐小芬也到场一起唱生日快乐歌 并且切蛋糕参与这温馨的一课 唐议员肯定学校办学的用心 让学生有多元智慧发展与探索学习 祝福学校办学整整日上 我们校长也非常用心的邀请了 我们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的毕业生 回到学校一起来同乐 那透过我们这些的一阶精彩的一个表演 我相信说平邻国校 虽然在我们的草屯镇算是一个偏远的一个学校 资源也非常的有限 但是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厉害 不管说在我们的科展方面 或者在我们的艺文音乐方面 长期以来都有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表现 那在这里也很感谢我们王校长所带领的一些教师团队 对我们孩子的一些付出 那在这里再一次祝福我们平邻国小 70周年校庆生日快乐 那我们平邻国小其实在我们的资源上面 其实是非常的有限 那不管说在今年或者在过去 我们不管在科展的方面还是无人机 还有不管说还在艺文方面 其实我们都在利用非常有限的一个资源 但是我们的孩子成绩表现都非常的一个亮眼 尤其是在科展的方面 我们利用我们一些资源的回收的一些物品 然后再加这个创造 那可是我们的孩子的创意非常的无限 能够想象的空间也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次也在我们科展方面也扮演我们南投线 得到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所以在这里也要再次的肯定我们平邻国小 我们这些教师团队这么用心的一个付出 那不管说我们在美术方面还有音乐方面 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定的指导的老师 都是靠着我们的级任的老师 客人的老师来指导这些孩子 可是这些孩子在我们成绩上面的表现 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另外的光目相看 所以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校长还有老师 在这么资源有限的一个情况之下 能够让我们孩子在成绩上面 有这么亮眼的一个表现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平邻国小 我爱我的学校 平邻国小创校于1954年 校园陪伴校友和学生们一起成长 除了社区居民热情参与外 历劫的校友已纷纷回母校开同学会 校房感谢社区民众和许多的校友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平邻国小办理70周年校庆活动 那整个来宾整个校友回母校的情形非常踊跃 那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感动 回想当初一路走来筹划70周年校庆 其实是有一点压力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少子化 再加上我们的校友都外出工作 所以留在本地的校友其实说真的 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很高兴也很感谢 我的会长吴国耀吴会长 还有社区许多位长辈 像我们的里长谢瑞琪谢里长 我们的代表庄清南庄代表 社区发展协会的张岳英张理事长 还有我们历届的会长 给我很多的支持跟意见 让我在筹划我们70周年校庆的时候 内心才不至于过于慌张 那也很高兴这一路走来 我们得到许多人的帮助 那让我们在筹划70周年校庆 不管是经费 不管是内容 不管是校友的召集 都能够有很好的成果 那今天我以办喜事的心情 来办理70周年的校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校友 真的非常非常的踊跃 让我很感动 因为我的好朋友也赞助 要到25万 所以我直接就这来 派人学生也感谢 学校也特别颁证电机校友奖给第一和第二及第三届的校友 感谢他们对学校在炒创时期的协助及贡献 那我们今天也70周年校庆 我们特地表扬了当初的电机校友 也就是说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的校友 因为他们当初除了要读书之外 还要帮忙奠定整个学校的一个基础规模 同时他们在做人做事读书求学方面 也订定了很好的基础 作为学弟学妹的楷模 那今天平宁国小的孩子们 在做人做事方面能有一些成就 我想我们都要感谢 这些电机校友奠定很好的基础 那我是 可以说是平宁国小 第一位任公子的 是我们学校毕业 在以前我们这边是穷乡辟老 都爱过黑家 非常不方便 所以很少人到外面去读书 那我们这边长辈为了教育主女 所以想办法征集到平宁国小成立 那我们小朋友只有求求讨 到经历校园 那我们是乡下人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读书 我们所有的求学都在学校 回去就是工作 那一路走下来 我们那个时候是非常的简弱 但是我们很情谱的乡村 以及我们长辈 对师长的尊敬 尊者是尊师重道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的老师 虽然这里很不方便 可是他们还是要你留下来 尤其值得一提就是我的温师 也是我的贵人 台中市人 台中师范毕业 就派到我们这边来 一直到六四岁 退休还在这里 非常难得 平宁国小历史悠久 培育许多的优秀人才 虽然现在面对小子化 学校也努力地发展 自己的教学特色 希望培养学生 拥有带得走的能力 鼓励师生勇敢参赛 呈现教育学的成果 在美展及各项绘画比赛 音乐直笛比赛 国语文 闽南语 及资讯程式设计等等 参赛获奖学生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每年级的学生都有 这是教学团队 齐心努力的成就 及对学生的高期望 也带给孩子们成功的经验 及宝贵的学习过程 学校虽小 但却拥有优质卓越的学习 享受及成果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平宁国小 在校友们的一个基础 打好的基础之下 我们的校务发展 非常的顺利 我们除了孩子的学历测验之外 那我们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包括县里面办理的学艺竞赛 我们在英语学艺竞赛方面 我们每年在说故事 在朗读方面的成绩 都非常的杰出 在闽南语讲古方面 我们的成绩 也都能够拿到第前三名 那另外我们今年也有孩子 拿到南投县的美展 中年级组的第一名 那我们的质敌连续十几年 都拿到全线的优等 那另外我们全国比赛 包括花莲太平洋杯 小陆轮比赛 拿到第一名 第三名等成绩 Sony竞赛拿到全国第三名 连续两年都拿到全国第三名 那我们今年参加了无人机竞赛 我们拿到了华子杯 全国无人机 个人组跟成控组的双料冠军 那我们也远征到台北市 我们也拿到全国的第二名 那接下来4月20 21号 我们又要参加教育部 科学教育的决选 我们有老师要带队到高雄 参加比赛 我要跟大家报告 在学长们奠定的基础之下 再加上社区 长官的支持之下 我们平宁国小 我们认真办学 我们把孩子带得更好 带得更卓越 在这个地方 请各界继续给我们加油 给我们关心 让我们平宁国小的校务 能够越来越好 越来越办 平宁国小做育英才无数 在士农工商都有优异的表现 堪为学弟妹的表率 校友们在这里起聚一趟 格外的有意义 也让人感动校友们之间的好情感 期待学校持续的推动特赦课程 开创世信多元的教育风貌 我们27个毕业 大概走到17个 11个 只有两个联络不上 其他都到 我们今天上去领奖牌的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上去 因为我们那一届是可以说创校 母校最高容易 现在对 因为我们过去的校长 宁典省校长 我学弟 黄春华的校长 也是我们同事 他我都有回来看看 现在教法 新 同时又非常的现代化 我们虽然是乡下小学 受教育 一些资源 没有外面好 可是 我们起步比较慢 但是我们后期之秀 我们出去 奋斗的 都不失人家 像我们值得 值得介绍之后 我们这个田总 真的 非常有成就 另外值得一提就是 我们的校友 蔡炳坤 当然一定要做到 台中医中校长 做到建国中学校长 甚至于做到副市长 所以 这些样样 我们移转下来 传统的优良 所以造就我们 这些学弟学妹 各个都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 能够出国耐劳 也很肯上进 我们期待 明天会更好 今年校庆活动 社区全体总动员 除了有吃游玩 及摸彩品 更特别的是 吊虾及烤虾的摊位 让大人小孩们 玩得不亦乐乎 参观了学校的科展 及科学竞赛的作品 县议员林悠悠表示 虽然位处偏乡 但学校努力发展教学特色 鼓励学生多元发展 学生的创意发展和具体的实践 充分地展现特色课程的成果 那今年呢也是他们的第七十年的这个校庆活动 那现场呢可以看到这个家长会长以及校长非常用心 呃不管呃还带领着里长呢当地的里长呢一起来共同办理这样的活动 那可以看到呢可以说是整个平邻里呢大家都一起动起来了 那现场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个吊虾的活动哦 非常的新盈跟创新 那也是第一次呢看到把整个吊虾场带搬进来到学校里面 那相信呢对孩子呢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跟记忆 那现场我们也有看到这个科技与探索教育的这个成果展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所有的作品里面呢都可以看到非常多 呃所有的作品里面都保有这个孩子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这个纯真以外呢 呢细节也都处理得非常好 那相信呢在这样子的教育环境 相信呢透过这样子做中学的方式呢也可以更加的激发这个孩子的想象力以及探索力 呃非常欢迎今天是我们变了国小的70周年的浩庆 变了都1954年成立学校了到现在已经将人都70年 啊非常欢迎用这个校圈的机会我们一些同学 我是变了国小第15届毕业生 所以我们就能用这个机会级板同学会 当时我们就学的时候我们专班有39的同学 其中我们一个小同学就是以前台中一中的校长 如果是建国中学的校长我们台中学的副市长 还是台北学的副市长蔡兵坤 那是我国小国中的同学 都是在这个变了这么大人 要这么特色 啊现在整个同学会的时候 整个同学会有生酒或是退休战 啊大家联络感情 然后再来这个学校 大家共同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是很好的很欢迎的事情 变了国小的一个美人美奔 是一个衣衫棒水的一个很好的环境的学校 啊尤其他的国老老师的主导之下 都一半年非常非常好 历届校友踊跃出席 共同见证母校风花 校方感谢社区民众和许多的校友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借由70周年校庆即学校社区园友会 期望更加的凝聚学校家长及社区的合作关系 提供给孩子们多元的发展机会 展现卓越的学习成果及亮点 明日新闻 红一轮 专题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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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完成